因为叙利亚情势紧张 国际油价跟着上涨 中油最新宣布 国内各式汽材油 今天凌晨0点起 每公升大涨0.7元 95无千汽油来到36.2元的历史第三高价 天然气价格也要涨 20公斤桶装瓦斯 每一桶贵28元 虽然还下着雨 加油站排队的车子还是长长一排 再久都愿意的 就是因为油价一涨就要涨七脚 驾驶人执着涨太多 他都没有体恤百姓 这考虑的只有考虑一方 每一个礼拜要赚给他 一直涨我们也没办法 我一个月大概要将近700公升的油 七脚将近5000块 中油宣布 二号凌晨0点起 国内各式汽油 柴油每公升各调涨0.7元 调整后 925000汽油每公升34.7元 中午500036.2元 98500038.2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33.6元 同时调涨的还有天然气价格 20公斤桩桶装瓦斯 9月再涨28元 小事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其实我大概两三天 不要这样吃 那蛮快的耶 很快啊 很恐怖啊 从9月1号起 车用液化石油器 每公升调涨0.8元 桶装瓦斯 一公斤调涨1.4元 以每桶20公斤桩的 桶装瓦斯计算 每桶要贵28元 这也是中油 今年以来 连世第四个月 调涨天然气价格 创下历史新高 接下来还有10月份的 电价和高铁价格调涨 民众忍不住大探 过日子真难 记者欢迎刘汉林台北报道 台铁自强号 上周六在南回铁路 平东仿山 撞上土石流 列车车厢分离 并且出轨 造成了17个人轻重伤 由于事发地点在隧道内 大型的机具没有办法进入 只能够利用人工清除 目前还有两节车厢 在等待拖出 预计要3号上午 才能恢复通车 7号的隧道内 车厢倾斜紧贴隧道 底部大批土石卡住列车 台铁人员靠着围入的头灯 利用产土工具 将车厢底部的土石清除 于隧道内空间有限 大型机具无法进入 只能依靠人工徒手清除 进度无法加快 台铁302次自强号列车 31号上午撞上土石流 第三节车厢卡在 榜山2号隧道出口 经过漏夜抢修 直到1号上午 车厢终于被缓缓拉出 空中人员还是不敢松懈 不时蹲下查看 一看见大石头赶紧清除 车厌未免抢修 台铁人员好不容易松口气 忍不住欢呼 不隧道内 还有第四第五节车厢 车体边形 脱离轨道 脱窖难度相当高 台铁不排除要拆解车体 1号上午 总统马英九南下看栽 亲自搭乘台车 进入隧道内 了解抢修进度 台铁方面解释 仿山2号和3号隧道之间 虽然装有边坡监测系统 但范围只有100公尺 距离土石流地点 还相差50公尺 因此这次无法及时提出预警 马总统则指示台铁要全面清查 炒出危险路段 检讨预警系统 这个是这个预警的系统 基本能争取到更多 危机处理的时间 第三呢 这工程超大的就是要强化 边坡 这几个措施基本上 当然正确 享受进度比起预期落后 预估要到3号上午才能回复通行 而台铁也持续启用紧急接驳机制 出动游览车 在屏东方辽车站到台东大午车站之间 进行接驳输运离克 记者屏东综合报道 金融市从周六开始降下惊人雨量 必杀渔港路段发生山崩 山坡下一户民宅 随土石滑落全塌 不到100公尺远 还有一棵巨石最弱路面 差一点就砸中一辆路过的车辆 昨天还有一辆小轿车 在瑞芳台二线82公里处 遭摊坊落实大众 黑色轿车车子左侧 从车顶到车门 整个都扭曲变形 新北市瑞芳台二线82公里处 一辆小轿车 周日上火遭落实击中 车内两个人都送医 金融北海岸经历周六一场大雨 周日持续传入灾情 而周六在基隆北宁路 碧山与港旁发生了山崩 随土石滑落的民宅 过了一天 倒塌的房子 站住了半个路面 陈进女屋主一家人 守候在旁边 说到市政府满肚子怨言 屋主表示 他们住在这里三十多年 经历过921 多少个台风都没事 直到基隆市政府 在他们家后方 建造两条排水管 水路改变 水都往他家冲 地基被掏空 才会崩塌 而上午行政院长江仪化 在基隆市长张通融的陪同下 也到现场勘灾 屋主也当面向院长陈勤 我们的受灾户 不管是这一户 或者其他一些地方 如果说有因为灾损 而必须暂时搬离 他们原来的住宅的 我们都能够给他们 妥事的安置 一直到他们的生活 背后正常为止 另外再往前不到100公尺 周六发生巨石滚落的地方 大石头已经被震碎 但道路还是持续封闭 只是山壁上含水量饱满 还不断渗出大水 恐怖的是 另一颗大石头 还在上头摇摇欲坠 下一话也提醒 危机尚未完全解除 因为根据气象局预报 封面到周一 都还可能发生强降雨 山边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记者群子朋友组 郭俊林基隆报道 这次康瑞台风加上连日豪雨 不少地方都传出灾情 其中南部淹水最为严重 许多首长呼吁中央要继续加码 补助治水预算 有气象专家认为 这一次淹水灾情 显示出地方政府在监控预警的技术上 需要再提升 也有学者认为 治水的思维也应该改变 要从不能淹水的观念 转变成不怕水淹 一直下不断下 短短三天 六七百毫米的雨灌进南部平地 造成各地淹水灾情不断 气象专家指出 在前一晚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已经掌握灾情提早预警 不过第一线地方政府 重点还只放在要不要放台风架 显示出防灾的监控预警能力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地方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消防局在做这种防灾业务 所以地方来说的话 它基本上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额外的研判 可见它的人力或资源各方面 似乎跟中央有一段落差 淹水灾情严重 地方首长纷纷向中央喊话 希望治水预算继续加码 不过学者认为 过去花大钱盖工程来治水的思维 应该扭转 面对强降雨 不该只强调治水 也该治人 好好改造城乡建成环境 才能与水和平相处 淹水这件事情 它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灾难 怎么样把我们的城乡环境 把它本来是绝对不能淹水 一淹水就完蛋了 变成是不怕水来淹的一个环境 极端气候 让过去防灾治水的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 气象专家彭启明举例 美国纽约市长彭博提出强化气候变迁计划 打算投入200亿美元 规划气候变迁的调试策略 而反观台湾 似乎还在原地踏步 记者林静北长龙翔台北报道